在这一边他告诉我sum of the m term是这一个东西 然后k是constant 然后a是他的first term c是他的last term as plus k in term of m so我们在这一边呢我们知道他的sn呢 它有两个formular m2a加n-ed 然后另外一个是sn等于m2 然后a加l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跟这个对应的 ok 所以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的这一边 这一个是n 这边也是n 所以这个是n 这一个是k加e 所以我的这一个之间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m等于那一个k加e 然后他要k in term of这个 所以我的k等于m.e 这一个就解决了a的部分 然后他叫你找range of value of k so我们k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n 我们知道我们的n呢 是呃 什么大过等于e嘛 ok s1s2s3s4这样的东西嘛 所以我的这个 所以我的这个呃 呃 呃 什么 k加e 会大过等于1 所以我的 因为我的这个是k加e嘛 是我的n嘛 对吧 所以我的k会大过等于0 然后接着我的这一边它是k is integer 这样 ok 所以你的k是等于0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120 然后 呃 它的k是0的时候 0加1 1 1 ok 然后就是说我在这一边check ok 我的k等于0的时候 我的m等于这个0加1等于1 so我就可以找se咯 这个其实是我的n来的啦 然后我的k等于2 3 4的时候 我的m等于m等于就是呃 没有这个是1234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2345 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我的k是从 呃 大过等于0 然后k是 integer 这样啊 这个就是它的range ok 大过等于0